朋友们好,欢迎来到去解快乐家园 我昨天拍了个小视频 说哇,我们家前院这颗紫尾花好香啊 好多朋友表示怀疑 说从来不知道紫尾花还有香味 前两年我家这颗紫尾花也没有香味 而且花量非常的少 去年冬天我差点把这个树顶给重新割掉 想让它重新发芽 但是经过年前后的时候呢 我在旁边你看见了个小花坛 虽然现在种植还有的还没起来 那种了几颗玫瑰 种了一些矮千牛 安千牛已经开花开了半年了 你看现在已经是破败了 没想到呢 这个紫尾花竟然吸收了它的养分 这个花坛里面的养分 这个花田我种的时候呢 没有施肥 只放了一些树叶 古树的树叶 还有加了一些厨房的余泥的渣 谁知道呢 这个意外的收获 这个紫尾花呢 吸收了除泥的养分 之后呢 今年它的花量非常非常巨大 你看它的花量太大了 太沉重了 把这个织度压到 你看已经弯了腰 都快到地面上来了 前两天这个下雨的话呢 它这个花瓣随地飞舞啊 像那种雪花一样的 哎呀好浪漫啊 真是好漂亮 很香很香 我专门比较一下 隔壁的花 紫尾花 白色的粉红的 大红的 都开得很漂亮 它失了肥 但是呢 是没有香味的 把它放到鼻子上 只有一点点的感觉的 有一点味道 好像也不是纯正的 香的味道 但是我们家的紫尾花呢 是非常香 浓香 苦鼻 尤其早上 一开门 哇 整个这个前院都是香的 下午的时候 晒了一天的时候 那个香味没有那么浓 你看这个 这颗紫尾花已经开了 一个月了 六月份已经开始开了 今天已经7月3号了 所以哎呀 很意外 真是这个环保种植啊 厨泥 真是大理推荐这个厨泥 厨泥真是太棒了 种花花香 种果果甜啊 真是有环保 又减少垃圾 哎呀 整个这个 不单是香我们一家 真是周围这一家都香的 隔壁的老太太就说 哎呀 你这 今年你这一颗花 花树 怎么这么香啊 啊 真是好棒啊 太棒了 好惊艳啊 这是我们隔壁的自为花 我刚刚把这个花包 放到自己鼻子上 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香味 它妈妈已经开始在竹部开了 这个白色的开的慢一些 还有这个色狗有三颗 一颗白色 一颗粉红色 一个紫色 它们还有一颗大红色 在另外一个色狗那边 这里的 这个大花苞 好像铁树的花苞 难道千年的铁树要开花了 密切关注 经常过来赏一下花 你看 它这个白色没有 没有一点香味 这个粉红色 我最喜欢的颜色 它也没有香味 我刚刚也是很近距离的 那基本上没有香味 闻不到香味 在粉红色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香味 但是不是很近很近 是闻不到的 这个紫色的已经花乐了 已经准备第二批 第二批准备开了 那我们隔壁的还有一颗大红色 这个大红色也没有香味 我刚闻了 也没有香味 放到鼻子上 它的它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味道 好像淡淡的 一点点的香味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的香味 和我们家的那个白色的香味完全不一样 我们那是扑鼻的香味 今年 带朋友们来参观一下 我今年第一次种的冬瓜 据说是小冬瓜种子 但目前来看也不算小了 你看这是第一个瓜 第二个瓜已经给我迫不及待吃了 小小的已经给我吃了 特别甜 这个有机种植就是这样子的 它可能不一定接很多 也不可能 也可能不一定说很大 但是真是特别清甜 特别和买的不一样 你看这个呢 仅仅有个虫眼 有机的特别甜 小虫 这个小虫子也喜欢 没有办法了 三个 你看这个四个 还有这底下一个五个 五个 跟着这里有一个很大个 这个长长的 你看这个哇 一吃半有成多啊 三月底种上 今天是7月2号 三个月长了六个瓜 吃了一个小瓜 七个瓜 接下来可能估计还会有瓜 所以有机种植呢 不可能接很多 也不可能特别大 也不可能长得特别好 但是我已经觉得很好了 你看绿郁葱葱的 你看这里 除了砍瓜吧 烧死之后 你看这些瓜 你看都在长起来了 丝瓜 冬瓜 都长得我觉得挺好了 而且是种的瓜特别甜 真是 不单是在厨房 不单是在厨房 淤泥种的瓜呢 不单是特别甜 而且呢又环保 你看废物利用 我们不需要肥料 不需要农药 我们就全部使用油剂来种植 说极力推荐 这个淤泥 种瓜瓜甜 种花花香 哎呀这真是不是卖广告啊 真的是非常好 希望大家能够坚持 有机会的话 都赏试一下这个有机种植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非常健康 非常开心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